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相聚一刻》 上星期我們跟Tommy說的多元感情關係 因為Tommy本身是香港彩虹的幹事 其實我們很少說一些關於同性戀或同志的題目 但我想大家的觀眾都會發現 我們現在的社會越來越多 可能是我們的子女、兒身侄、甚至我的死黨 有很多朋友是中間變節的 我都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會的嗎? 剛才我們臨開始之前都跟Tommy說笑 我說我對著女人我不會轉換 Tommy說我會有回應 所以你跟我的性傾向一樣 都是喜歡男人的 你很有趣 我們上一集就說到 因為有些小朋友 所謂小朋友可能14、15歲 他發現自己是同性戀者 然後就很傻瓜地跟媽媽說 怎知道媽媽又很悲憤 又很生氣 爸爸又重大反應 然後就趕他出街 然後一個14、15歲的小朋友 他對自己的性取向都不清楚 都覺得整件事很混亂 他自己可能都很害怕 會不會被人打呢?會被人歧視呢? 他以後的生活會怎樣呢? 加上父母是不支持的話 其實很慘 以至到有些是被家趕了出來 斷了他的財政 即是說不給錢就花 然後搞到沒有飯吃 又沒有support 他認識的朋友都是14、15歲的 不會照顧到他的 人也不會說把你帶回家 你這樣說你爸爸不收養 我媽媽收養 你不會的 以至到有部分的小朋友 可能真的要用到 出賣自己的身體 去贊取一個住宿 或者是飯 要吃飯這樣 那實在是太過可憐了 我覺得 所以今集我們就請Tommy上來 講一講 其實你是作為香港彩虹的幹子 還有你自己也是一個 你怎樣形容你的性取向 我本身是雙性戀者 Tommy是雙性戀者 然後你去服侍這些小朋友 還有你見到其實在香港 同志圈有什麼開心事 有什麼挑戰 有什麼 其實它的現象是怎樣的 譬如我是異性戀的 其實是很難 有些人說你是歧視 我其實很難說歧視 我只是說不了解 其實我本身也有很多同志的朋友 多謝Esther你的關心 還有剛剛都會見到很謙虛話 即是不了解的 如果你不介意我 在你的節目裡面矯正你 你剛剛所說 即是說 是不是多了呢 其實呢 我的認識就是沒有多到的 如果大家看歷史的時候 中國裡面有南風 即是皇帝後宮幾千 南童數百 那其實呢 在中國歷史裡面 就要史不絕書的 如果你是見到 例如 紅藍夢的假寶玉都有 即是同性性行為 也都很多 達官貴人 那有一些會喜歡男性多些 有些女性多些 而從來沒有歧視的 即是在中國的一個 社會地位呢 只要你是一個男性 女性沒有什麼社會地位的 而你有一個 你有結婚 你有長子 那其實你和什麼人 什麼人發生性行為呢 不是很多影響你的社會地位的 包括以前 男人去 有三七四次 或者甚至去妓院 都不會影響他的地位 那反而是 現在比較 即是西化了的道德標準 就會無端端你是 有同性性行為 就變成一個 就很被歧視 那在中國文化裏面 一向都沒有這件事 那我呢 以前很多些 愛籍朋友的 近年就少了 你都走了 那我就問我的英國朋友 英文很有趣的 英文有句話是這樣說的 Where do you come from? Do you come from London? 就已經是有個意思 即是說 我不會問你 Are you gay? 不會的 而是 You come from London? 是嗎? 是啊 即是說 就已經等於是問你 你是否同性戀者 然後我就問我的英國朋友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說 因為英國 尤其是倫敦這些地方 是很開放的 他說 不像在香港 香港是 從小時候 你看那些小學的書 都是 我有爸爸 我有媽媽 我有弟妹 總之家裡就是 阿爸媽 阿爺阿公 阿婆阿媽 然後有兩個子女 就叫做齊整 陰陽陰陽陰陽 這樣 是不是 他說我們在英國不同 他說我們英國 從小到大 那個成長都是給你有選擇 你可以喜歡男仔 你可以喜歡女仔 你可以兩樣都喜歡 你可以兩樣都不喜歡 有人是 獨身主義的 我前幾年去到倫敦 去到倫敦的時候 就見到我很感動的事 我就去到那個 一條 楊方廟 那條楊方廉 總之有很多 楊方廓 我見到 有一個帳幕 甚至人是警察 我問 是警察 什麼事 警察在楊方廿 中 原來 有很多 反對 楊子 什麼叫 什麼叫 全世界都有 你說 我見到你是同性戀者 就打你 那樣 就是Bullying,Bashing不是Bashing就是打 Bullying可以包括不知體接觸 對,他會串你,罵你,廟就叫Bullying Bashing就是用手腳 打下去的詞會叫做Gay Bashing 所以警察在Gay Street裡面說 如果有什麼歧視或是肢體暴力,你記得報警 我會保護你們 我看到就很感動 因為在其他地方,有時警察就是騷擾同志 你剛剛說到Gay Bashing 我都感動,會想分享一下自己 我本身COME OUT的過程是很不容易的 1997年的時候,我爸爸住在台灣 是台灣人 我去台灣探望我爸爸的時候 有一次在車裡面 我爸爸就無緣無故說 因為可能台灣的同志運動,同志文化開始說 他就說看了一齣同志電影,很噁心 然後就要打同志 然後就說,他以前當兵的時候 知道誰是同性戀者就會打他們 我爸爸這樣跟我說 我爸爸這樣跟我說 那時候我都未COME OUT的 也都未是好覺得自己是同志的 但是我當時有跟女性主義的朋友 聊了很多 然後我就跟爸爸說 你都不應該打他們 都不要打他們 那原來勝取向關你什麼事 他就很自豪 他做這件事 他甚至後來就說 很失望我為同性戀者發聲 然後也跟我說 如果我的兒子是同性戀者的話 我會親自勾斃他的腳 這個對我後來的打擊很大 尤其是後來我發現了自己 其實主要都是喜歡男性的 那我就很情緒低落的 也都變了好抑鬱 那我就有15年的時間 就沒有見我爸爸了 我拒絕15年 我是拒絕他見他 不理他 那我是很有幸 後來 就是近這幾年 就有接觸心心靈的 就是 界別 也都有好專心去上課 去修煉 那我就原諒了我爸爸 那好 有一次在冥想的時候 就發現 咦?我原諒了我爸爸 我爸爸不知道的 那 那我就決定了 就是去台灣 就是探望我爸爸 那當時我都 帶了我的伴侶 一個我的 我的老弟 我的slave 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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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帶了他去台灣 那所以呢 我就會見他 見到我爸爸 那我基本上就是 十五年沒見 那我就會 基本上就是跟他相處 陪他 聽一下他講話 那也都 也都沒有 怎麼爭拗的 那 那他後來就 就見到他又緊張 我又緊張 他應該比我更緊張 那但是 過了兩三天 他就 因為我陪了他兩三天 那他就 跟我說 阿仔多謝你 來見我 我把心裏面的大石放下了 你還是他 他說 他把他的大石放下了 是啊 因為我放下了很久 但是我見他這兩三天 他就這樣反應 然後他用的字眼 甚至是 我不需要帶這個大石入貫財 那我去台灣 那很大轉變 很大轉變 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當時那個 那他後來有說的 很好 就是他 他後來都是 因為我有做同志運動 都有上電視的 那 有一點點名氣 那所以在台灣的新聞報道 都有報道到我的 但我沒有跟爸爸溝通過 那所以他用他的方式 就去認識 就是重新認識同性戀 那後來呢 就不單止我去探望他的 其實呢 我就是去台灣的同志遊行 那因為我小小的 就是我看同志運動的經驗 那我就被台灣同志遊行 邀請上台講話 嗯 那我就 與其我上台講話 就是我講小小呢 其實我就把我的爸爸呢 就大上台 哦哇 那這個過往是一個 他肯嗎 被我帶了上台灣的台 就對著 就是幾萬個台灣同志遊行 都很大的 那他最初都說 阿仔阿仔 那我放 說什麼 那他又沒有說 他說什麼 那我說 那我又沒有教我爸爸說話 我就說 你看一下台下的男女同志 很多女同志男同志 我說他們的父母在哪裡 他們大部分的父母呢 都不在 的 大部分的父母呢 也都不接受他們的 那我不知道他們的父母 知不知他們 你就用個貢獻的心 就跟他們說 這樣 那我只是這樣跟爸爸說 那爸爸說 嗯 都對 都對 出客點都幾好 那叔叔說什麼 他基本上就是跟台下說 給一些時間父母 好感動啊 那 嗯 謝謝 那就是我的一些故事 那你剛剛問說 在香港彩虹 我遇到的 你剛剛說一些年青人 我有見過一些 雖然很開心 你剛剛說好像多了 那是的 當有網絡 社會空間多了 的時候就多了人化 出來了 是的 這個就是好方 以前的年代 我媽媽也有個很熟 很好的朋友 但是那個年代 是很秘密的 又沒有出來了 是的 就會是 啊 叔叔什麼什麼呢 其實是雞的 但是我媽媽跟他很友善的 但是那個年代是簡直 知道就是個個知道 但是大家是閉口不說的 那個算比較出 雖然都不是很出 我認識很多 四五十歲那些 其實是結了婚的 還要告訴我 她的老婆和子女 都不知道 這是她一生的秘密 那有一些呢 告訴我 她的老婆其實知道 但是老婆跟她說 我知道 我接受你 但是呢 你不要跟子女說 你不要出櫃 那這些都知道的 那所以 Aster 你剛剛所說的多了 就是 我都承認的 就是空間多了 尤其是有網絡呢 其實年輕人就 就是我們以前 come out的時候 都可能覺得 我是全世界唯一一個 那這樣東西就減輕了 我覺得很好 就是年輕人都會覺得 很快就看到 其實我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 而同時呢 還有一些都幾悲劇的故事 我聽過最極端的呢 其實是在一個法庭的判詞裡 看出來的 那不是很久的 好像是兩年前的判詞來的 那她是一個拍拖的 那因為她是小過十六歲 那那個十四歲的男生 和一個大過十幾歲 其實二十幾歲的人呢 就有拍拖的 那為什麼叫做拍拖呢 其實我不知道感情關係到多深 但其實她們的性行為是不是一天的 是很多次很多天 那所以其實我看到她們的感情關係 我就不太看到是一個性侵犯的過程 的確她們不斷有見面 有發生性行為 但是因為是小過十六歲呢 那個大人就被抓了 那現在就是監倉裡面的 那是判了十年監的 原來呢 大部分男性同一個十六歲以下的 女性發生性行為呢 七成不需要坐牢的 還有坐牢呢 最長是大約三至六年 那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同性戀的呢 就是同一個十六歲以下的 男性發生性行為 在香港呢 就是八成左右是要坐牢的 還有呢 判刑呢 也是很長下的 就是幾年到現在是十年了 那給我傷心 不單止這個很明顯的不公平 這個十四歲的兒子的遭遇就很慘的 那在那個判詞裡面呢 那個就寫了 就是那個媽媽呢 接受不了那個兒子 和這個男人發生性行為 所以呢 把這個兒子呢 就是不要他 不見他 就送了去 就是兒童之家收養 然後以後 總之那個判詞裡面 有寫過媽媽 就是以後都不見那個兒子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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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法官令到我痛心的呢 就是法官的寫法呢 就是說 這個性行為令到破壞了個家庭 所以罪家一等 要判重一點 那 我又不太知道理由在哪裏 哈哈 所以這個都是判得最重的那個案件來的 那另外有些極端的例子 我都有聽過 就是他出現了 那媽媽就很害怕 但是媽媽都很想念他 所以呢 本來是叫 不在家 趕他出街的了 但是後來都 媽媽掛著他 想見他 那他說回去見的時候 但是媽媽很過仔 就相信他的同性性傾向呢 是被鬼上身 所以媽媽就說 不希望你說被 就是影響阿哥 那呢 就叫他睡騎樓 就是鋪張床在騎樓 在騎樓 在騎樓外面 叫他睡 就是怕他和性戀的東西會傳染阿哥 是被鬼上身 他用的字眼是這樣 那這些都是香港的故事來的 很難 不知說什麼 才不知說什麼 就是聽到我都是覺得 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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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很過仔的故事 就是我認識到一對 Model Couple 就是在香港出現 全世界都覺得 他們是Model Couple很相愛的 一個三十幾歲 一個四十幾歲 好可愛 好恩愛 但是呢 他們呢 都是和父母住 那好怪就說 那你們有沒有想住 什麼時候 因為他們其實沒有地方 發生性行為 就是覺得 遲租酒店又太貴 啊 那我問你們有沒有想住 一起住 他說沒有啊 因為結婚是唯一搬出來的 你有家人就會說 你為什麼這麼浪費錢 總之就 他們連出去過夜都沒有 這麼乖 所以這個三十幾歲 和這個四十幾歲 很恩愛 他們就不能一起住 因為他們在家中 都是乖子 來的 那那個性 那個性需要怎麼解決 自己搞定 他們就有時候會去 對呀 租時租酒店 告訴我 嚴貴啊 有些很便宜的 我知道 原來香港是 都是二三百元 很便宜的 現在全 一街都是 我自己住過賓館 就知道 以前見不到 現在發覺 原來周街都是賓館 這樣 很神奇的 很神奇故事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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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自己這樣 但是很難得 你爸爸 還在嗎 對呀 對呀 其實到最後 你是 朋友很好溝通 對呀 但你有沒有兄弟姐妹 有一個小孩 那除了你爸爸 你家人接受嗎 嗯 其實最難搞的是爸爸 通常都 會 是困難的 那有一次我都 都幾傷我心 都很多年前 她說兒子 我不接受的事 你不要告訴我 我不想知道 那當時我都 真的很狠 我就對著媽媽 說你關心的 都是你 你心目中的兒子 你沒有見到我 也都很清晰去見我 那都是要 很大力量 去原諒 我聽過另一個朋友說 她媽媽 原諒很疼她 跟著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哪個不說 有一天她媽媽 跟她說 你不要告訴我 你是假的 我不認你的 但她媽媽 是一直都很疼她 那她突然間 是個心碎 其實她不是同志 她只是 有些動靜 可能穿三次 那一陣子很流行 但她的心碎了 她說原來媽媽 疼我 是因為我性取向 是因為 如果我是直的 我是可以結婚 我會生兒子 就有媽媽的愛 就有媽媽的愛 如果我是 我是Gay的 你就不愛我 那一 雖然她不是Gay的 但她突然發現 原來 原來 原來的愛是這麼淺 那我自己很感動 我媽媽跟我說過 媽媽說 她說 女兒 無論你怎樣 我都愛你 就算你有愛之病 就算你是未結婚 搞大的肚 因為我年輕一點的時候 媽媽不是這樣說的 媽媽說 你不要搞大的肚啊 我媽媽 但我媽年輕一點的時候 我媽說 無論你是同性戀 無論你是坐牢 吸毒 有愛之病 搞大肚 或者你是喜歡女人 媽媽都是這麼愛你的 我聽完之後我會呆了 所以我覺得 這些事情 我想不會在我身上發生 起碼現在 我都不會 以前我不會這樣想 但是 我不知我媽媽這麼包容 我媽說 就算你是同性戀 就算你是未結婚 搞大的肚 就算你是吸毒 就算你有愛之病 我都是這麼愛你 所以我覺得 我希望 當然 當然 你生了兒子 兒子說是同性戀 其實最重要 我想做媽媽的 就會想 哎呀 沒有宣抱了 這樣 然後 但是 怎麼說呢 其實父母對於子女的性取向 第一 老實實你是管不到的 不要玩 第一 同性戀不是鬼上身 同性戀是 你很難將它軟咬直的 是不行的 或者直咬軟 我都不知道 你有沒有改變自己的性戀 你可不可以用任何東西 令我改變我的性取向 就算你給大量的同性戀 同志電影 或者大量的書 或者有很多美女在我身邊 那樣 我都是不會的 你變不到的 所以 你叫兒子睡在騎樓是不好用 他不是一個傳染病 多謝你上來澄清 同性戀不是一個傳染病 無論如何 這一段又夠了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跟Tommy聊天 來到第二段 其實我聽說 我的同性同志的朋友說 他說 其實在外國的同志 團結一點的 我忘記哪個行為說什麼 有時候我都問他們很多問題 香港的同志 就比較著重於外表 還有是一些 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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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很重要 還有 還有 總之看起來很重要 就是他這樣說 但是外國 就不是 外國的同志 比較著重去 團結在一起 去Fight for他們的權益 比如說在外國 你同性的婚姻 不被認同 譬如美國很多個州 都是不認同的 如果你的同性婚姻 不認同的話 你不可以申請 各式各種福利 或者是申請居屋 申請領養 都不行 所以他們比較 比較是 怎麼說 團結的 我這個朋友就說 不知道做什麼 香港的同志 就比較沒有那麼團結 就是比較喜歡 混來混去 或者只是去扮靚 那你作為 就是 直接是彩虹的幹線 你就是在一個圈裡 你同不同意這個說法呢 我不同意的 是啊 就是 香港都有很蓬勃的同志運動 嗯 都很努力的 我覺得 香港比較有困難的就是 就是 當我們推動同志運動 感覺比較困難的就是 其實沒有民主的 嗯 因為 如果我們是數 有好幾次的研究 就是 香港大學或者是 評級會的研究都發現 其實是 超過六成的香港人呢 是支持性香港歧視立法的 是 是 如果我們在立法會裡面 數票數呢 其實呢 支持的票都是多些的 嗯 所以其實如果是政府有個 就是性經營歧視立法的草案 抵想立法會就會通過了 嗯 香港就是爭取 就是同志權益的平權 就是平權的意思就是 平等的權利 就是沒有特殊的權利 嗯 那是困難的就是 對啦 就是我們沒有私人訴案 然後覺得 這一點就覺得 推的時候是比較 比較吃力一點的 就是我們怎樣令到 就是政府會肯做這一件事 那如果他們通過了那會怎樣呢 通過了就好一點的 因為呢 現在香港同志的生活呢 絕大部分人就不敢 去出現的 嗯 雖然有小部分人 有勇氣去出現的 但是 跟台灣和澳門都不同的 在台灣和澳門呢 如果因為一個僱主 說 你因為你是基的 炒了你 在台灣和澳門都是犯法的 嗯 就是你不能夠 因為那個人的勝取向而 解僱他 解僱他 就是他做事不行 OK 這樣 而香港是有的 就是我們有時候 都會聽到一些故事 就是他 如果他出現之後呢 就 被人解僱了 即是有些是被解僱的 有些是就是 就是不給他 他 那他可能是 他的工作是 commission based的 這樣 那 那 就是這些的經驗 是 在香港都有發生 也是因此呢 如果你問你大部分的同志朋友 他在他的工作崗位裡面 他有沒有出現呢 其實就明顯的 就是 當然有一些人 他可能 我不知道 你可能認識到一些 比較come out 一些的 他可能 或者他選擇一個工作環境 他可以come out 但香港其實 絕大部分的同志 呢 有可能 例如他都不告訴你 你都不知道 因為他根本沒有辦法come out 有些他如果告訴你 你問一下他的工作 其實就不敢說 因為有時候 我以為我們現在香港是open很多 嗯 我認識到的大部分 例如來香港採控的會員 是open了很多的 而同時是 絕大部分人都是沒得come out 尤其是如果他可能是在做教師 或者是紀錄部隊 那不是 說的是公務員 那他真的完全那個環境是沒有得come out 做社工都是不行的 啊 社工都不行嗎 不行的 社工裡面孔童的味道是很重的 孔童是 是的 同性戀孔俱正 就包括重到一個程度 其實就是 例如社會福利署 有一次就邀請了 就是看貴華去做社工培訓 去教社工如何去咬直 就是同性戀孔 那所以 這個社會福利署 其實都 其實我不知道那些人 什麼時候才明白 性取向 性取向這件事 是不能咬直 或者咬乱的 是啊 如果是有影響的話 那我爸媽都是異性戀的 就是我們都是異性戀養大的 那為什麼又會有 社會裡面又會有同性戀者呢 那 那 而如果你看動物的話 其實只需要去觀察 每一種動物都有 就是同性性行為 那 我不知道裡面有多少愛 但是性行為是有 那如果你看歷史的話 就是史不絕書 這個是再自然不果的一部分 就是這個世界上 大自然裡面就會有不同性取向的人 那 尤其是學校 那學校就再嚴峻一些 學校不是有校園欺凌的 但是如果是有關性侵向的議題呢 有時候欺凌的對象 的來源呢 就是很多時候是學生同學 但是有時候是來自於老師的 我們試過有一個女孩子 老師在班房全班人面前 稱呼個女同學做死機婆 那 功課的情況就更加多了 就是有些同學呢 就會做那個功課 會跟 例如 寫個戲劇 有關同性戀的 或者是怎樣 那老師在整班人面前 撕爛了她的功課 或者是罰棋等等 這些都有發生的 就是因為她的性取向 因為她的性取向 對 那所以 當一些年輕的男同志 女同志 他們在學校裡面 受到這個欺凌的時候 其實是 大部分不會求助的 就是九成都 如果是一些研究的數字 就看到他們是不會求助的 曾經有求助的例子 例如我認識到一個朋友 他是我們香港創業的義工 那他就有求助 那然後呢 學校怎樣處理 就彈去學校社工 那學校社工 都不想處理他 所以又彈去校外的社工 為什麼啊 是因為不懂處理 是啊 有一個社工直接跟他說 我有宗教信仰 我都不接受你的聖經 是真的這樣 那 不單止這樣 那有些學生告訴我 其實我們香港創業 就很少中學會邀請我們去講話 但是現在很多 但是明光社呢 就很多學校呢 明光社的網頁就會看到他們 其中一個服務呢 就是去學校講討 那所以有些年輕的同志 告訴我 在學校的禮堂上 看到我 看到我的樣子 原來是明光社講討的時候 就投射了 Tommy仔的圖像 在牆壁上 明光社是religious 是啊 就說不要做同性戀 同性戀是有罪的 而且是不健康的 如果你做同性戀 就像Tommy仔的壞榜樣 就是搞壞社會 那它其實不是去支持 那些已經知道自己的性取向 或者去令到我們的異性戀者 明白多些同志的 是說要咬直 是一個病 要關懷 那所以你說 如果是男女同志 在學校裡面 聽到校長和老師的態度 是這樣的的時候 其實有幾難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很簡單 直的你不會咬到我彎 是啊 好國際的 那你彎的為什麼咬直的呢 咬不直的嘛 對 所以剛剛開場 我聽說 Esther你是喜歡男人的 是啊 那我就是一樣 你為什麼喜歡男人 和我為什麼喜歡男人的原因 其實差不多 我想我對同志的了解多丁堆 因為第一 我對一些電影有興趣 你關懷 對 我想八卦而已 關懷 年輕一點的時候 我們讀設計 讀設計 很多這類同志電影 他們拍得很漂亮的 而且在一個沒有批判的狀況下 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 沒有的嘛 第二是說 我自己本身有很多同志的朋友 而我發覺 其實女人呢 跟一些同志的 男的同志 是對談的 對談的 因為我們是 一般來說 男人的感情是不厲害的 特別是中國大男人 那樣的 儒家思想 但是為什麼我們跟那些男同志 特別對談呢 就是 男人呢 在一個色彩的世界 舉例 就是分到 紅 橙 黃 綠 青 藍 紫 但是 男的同志就會分到 哎呀 綠色很漂亮啊 或者這個 Buddha Orange很漂亮啊 或者這個 Burgundy很漂亮啊 這個 這個Rose Right很漂亮 但是 你跟男人說顏色 就浪費氣 跟男人說衣服又浪費氣 甚至乎 然後呢 我有些性愛的技巧 都是一些男同志教我的 因為 他說我們 你知道我們做不同的嘛 我們不算你們的 異性戀者 只是go for that 一味道 一味道是性高潮 我們不是這樣的嘛 我們慢慢來 我就說 怎麼慢慢來 可不可以教我 然後他就說 他們怎樣怎樣做愛 怎樣 把前戲拖得很長很長 我說 哇 這樣也可以啊 這樣 你有幸福了 聽到這麼多故事 也有很多男同志 好像是很鈍眼的 那我現在 我也聽到 有些男同志就說 譬如說 阿媽 阿媽 不是不知道 可能阿媽是 其實他也不知道阿媽是不知道 而是就是 總之大家不說 對 但我猜阿媽一定知道的 你兒子四十多歲 不結婚的 從來都不拍拖 又不見他帶些美女角來 所以我又不覺得 是一定要come out 是啊 我對這個東方文化的認識 很多時候其實大家都知道 例如我聽過一些 很溫馨的故事 他說 那個阿媽 簡直是放兩對 兩對拖鞋在床邊 但他是 永遠都沒有跟媽媽 真的come out 他的性經向 所以其實很多 不說都是好的 很多接納方法 是 第二是接納的 有時候也是 如果阿爸媽 太傳統 真的很傳統 然後你又九代單純 然後他又很多 如果你真的come out 然後他又要跟很多親戚 他又要跟自己交代 因為很多父母都會內疚 就是 所以 有時候come out的時候 都要負責的 例如我 其實我和媽媽come out的時候 我都馬上跟他說 就是有 因為我 如果是 我把我的包袱 放在媽媽身上 其實都是一個 不負責的方法 那我就跟媽媽說 如果所有任何親戚朋友 問你的兒子的性取向 或者為什麼不結婚 你就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他 叫他打給我 哈哈 所以我都希望減輕他的壓力 如果我媽媽還在 有一天我和媽媽說 我媽媽是同性戀的 我帶了一個女朋友回來 那我媽媽會和 我猜我媽媽會和我旁邊的朋友說 你自求多福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正 你家裡好笑的 你家裡有時候 我們經常拿一些話來講笑 喂 有一次我妹夫在開車 我妹妹坐在旁邊 我坐在這裡 我媽媽坐在後面 然後我說 喂 大家又聊聊聊天 如果有一天你會發現 我帶一個男朋友回來 然後我說 喂 女士和先生 我要結婚給這個黑鬼 那你們會怎樣 然後我媽媽就 呃 黑人 呃 女兒 是不是一定要這樣 如果假設 我們說 假設我真的很愛 她 很喜歡她 然後我媽媽就說 我媽媽有時候 不知道我講真的 你講真的 你問真的 我說不是真的 試水運 我不是試水運 我說 你會拍 然後我媽媽說 唉 她說你真的要的 我也沒辦法 是你的選擇 這樣 然後呢 我妹夫和我妹妹在前面 就說 大家姐我們比較開放一點 最重要是 她有沒有錢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我妹妹說 是啊 你喜歡什麼人 有什麼所謂 第一她又不是 總之我們比較有興趣的 就是她有沒有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好啦 那你在彩虹 那麼久了 有些什麼是 你現在面對的 衝擊 挑戰是什麼 或者是你看到 一些窩心的 可愛的 經驗有沒有呢 我們不要一尾講 一些挑戰 不公平 我覺得很精彩 我很精彩的 我很精彩的 就是我身邊 認識很多 跨性別人士 什麼叫跨性別人士 就是 例如她如果是 變成性 變未變都是 就是她如果她是男生 即她打算做手術 是的 她們很感覺到 就算有一個男生的身體 她覺得 靈魂和一個心 都是一個女人來的 或者她有一個女人的 出身是一個女人的身體 但是她的心和靈魂都是一個男人來的 那她們就稱為跨性別人士 那她們的遭遇就很不簡單 而同時她們的生命都很精彩 是的 可以告訴你 我們不會接觸到這些 因為 例如 有一次 有一個經驗 就是 我見到一個 很英俊 這樣 我就 對她 很搭檔 很有興趣 然後 後來認識 原來她出生的時候 是一個女生 因為她有整個臉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她出生的時候 是一個女生 然後她已經完全轉了 就是做了所有手術 變成一個男生 即是有啞啞了 是的 怎樣 怎樣把啞啞啞上去 弄出來 是假的 是膠的 不是 都是用的 要將皮膚切一塊 做過 那她做愛的時候會不會難的 裡面有一個泵 其實就不單是跨性別人士用的 有一些 就是很嚴重揚毀的男性 她都可以選擇 在醫生建議之下 可以選擇 就是有一個 就是人工的海綿體 那很有趣的 那個 高院就是一個泵 那泵一下泵一下就會 自己泵啊 是啊 而很好的 就是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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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做愛做到滿足為止 多久都得 因為是幫我出來的 我有一次聽一個寫工說 他說 其實呢 有很多輔助工具的 比如說有些男士呢 工業意外 或者交通意外 導致下半身是癱瘓了 對 就是說你沒有人可以 perform 到一個正常的性行為 是不是 然後他說 其實不代表你的性生活完結 他說有很多工具 很多東西可以幫忙 是假的 這樣 有時候去性商店 就看到 哇 原來這麼多精彩的東西 他說 所以如果一個人 他真的因為交通意外 或者他是病 以致到 就是他不能夠 就是下半身是不能做到 不能做愛的話 其實他有很多東西可以做到 如果那個人是不肯做的話 是純粹他自私的 哈哈 就是他自私到的地步就是 我現在下半身都已經什麼了 那你還想要你這個快樂 那你不可能 這樣 對 是啊 我想說什麼 我忘記了 還有多少時間 我剛才想說 四分鐘 OK 好 那你繼續說 比如說 以你的經驗 或者你接觸到的層面 其實有多少人是同志 例如 一般來說是10%左右 其實你指不指呢 有多有少 如果是金塞博士所說的10% 如果我們仔細一點看他的所謂的研究報告 10%是說這一刻是同性戀的 他的研究裡面 他去到50%的人 是曾經有同性性行為 只不過他未必是同性性 他可能是雙性戀 或者他是一個異性戀 曾經有發生同性性行為 但是很多同性戀 可能是同性戀 他可能是雙性戀 或者異性戀 曾經有同性性行為 但很多同性戀 也有異性性行為 但很多女生 例如十四五歲之前 都很喜歡和女生一起 甚至可能真的會和一個女生 發生過一些比較親密的關係 但可能過了十四五歲 就開始去另一個階段 那算不算呢 其實性傾向是可以流動的 而一個人有同性性行為的經驗 例如我是雙性戀者 我和女性也都有 我和女生拍過拖 也曾經有發生性行為 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我們不需要說 哇 那就變成一個框死了的identity 你就一定是同性戀 或者一定是雙性戀 或者是怎樣以性戀 其實不需要將這件事放到這麼大 你剛才還沒說完 我知道我暫亂了你那個病 你說有一個很帥仔的進來 然後你後來發現 他小時候原來是女生來的 出生的時候 然後現在還要有鬍子 對 然後後來發現 我就以為當一個人 即是我的膚淺的認識 以前可能認識很多女同志TB 然後想著有一個人 從女性做了所有性行為變成男性 他應該是很男性化的 那見之他不是 他不單止是男性的 即是一個出生是女性 變成男性 但他是喜歡男性的 他還要是底層的 即是他是被照顧的角色 那我就覺得 我實在是太無知了 原來可以這樣 這樣 所以 天大地大 我經常喜歡 怪口邊所說的就是 這個世界比我的知識 實在是大太多了 我有聽過有一個案例 有個案例 有個案例 有個朋友 她是 她的partner 她的partner是 Gay Lesbian 有沒有聽過這個 即是怎樣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記錯了 就是這樣的 你表面看 他是一男一女的 哦 那你以為OK 這樣 他實質不是 實質是什麼呢 他這個男朋友 就是 怎麼說呢 他自己覺得他自己是女的 即是說他有男性的身體 但他覺得自己是女的 是 如果照他這樣的話 那他就等於我和你這樣 OK 我們都喜歡男人 但他不是 他本身是男性的身體 但他裡面是女的 但是他裡面那個女的 是喜歡女人的 是的 我有認識 曾經有認識 一個很年輕的男生 就是叫 我記得他叫他做 Gay Lesbian 那即是怎樣 即是說 他當他是姊妹 他是一個女生 是的 我有認識一個很年輕的男生 他又沒有想著做手術 也沒有想著變性 是的 沒有想著 但是他說他所有能夠 投入的那些愛情故事 全部都是Lesbian的故事 是的 他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女生 喜歡的一個女生 是的 我覺得很有趣 那件事就是 哇 很複雜 即是他本身 一回到家 他們會穿裙 大家都會穿裙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心理 是一個女生 但是他又喜歡女生 所以叫他做 Gay Lesbian 是的 這樣我就 哇 那個心理狀況很難 我真的有幸和他見過一次面 是的 是的 因為真的 很少會遇到這種人 這種人 我也想了解他怎樣 他怎樣吃飯 他的價值觀是怎樣 世界觀是怎樣 我也想知道多些 Button 他也是很害羞的那種 他可以和我吃飯 但是就不至於說 很多交心 最多都是說 這個排骨不錯 吃素 這個素排骨也不錯 這道菜挺新鮮 是的 真的有點可惜 那就是說 其實真的是天大地大 我們人類的那個愛情的模式 我們那個性的那個表現 是真的 好 怎麼說呢 好多不同不同種類 OK 那第二段時間又完了 休息一會 回來再跟Tommy聊聊幾 好 來到我們第三段 我們這個講性 講出七段 我們 上個星期到現在 OK 那跟著我們要講 Intersex 是啊 第一你要教育一下我 什麼叫Intersex 好啊 其實這一刻 在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時間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 或者觀眾有沒有留意到 六月的時候 香港政府發出了一個 Consultation 即是公眾諮詢 有關性別認同 是 因為W案呢 就叫政府要做 就是當一些跨性別人士 他的性別認同 就是怎樣我們在法律上面 承認他 令到他們可以 即是更改身份證上面的性別 這樣 那10月30日截止 的 31日截止 那 其中一個性別認同 就是 我們是說男還是女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 以為 這個世界上就是 非男就是女 這個呢 就不是事實來的 會 首先我想說一下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我的伴侶 一起了十 十六年 那我剛剛就 稱呼她做男朋友 那其實這個稱呼呢 是不準確的 因為她一出生的時候 她的名叫Coco 嗯 那她一出生的時候 醫生就看 這個BB仔呢 有條椎 那這樣 就在她的出生紙 男仔 即是有楊具 那在她的出生紙 就寫男仔 Mail 嗯 那但是她一直長大的時候 就發現呢 她 不是男仔來的 那因為她一直 一起出生到二十幾歲呢 她全身都是沒有鬚的 那然後呢 那然後呢 她其實沒有什麼膏軟 她膏軟沒有什麼髮肉 然後她的盆骨呢 是比較闊的 她的肩膀比較窄的 她的肩膀比較窄的 手部比較長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她也都有少少少乳房的 那所以她除了她有羊具之外呢 就沒有什麼是像男仔 甚至是個女仔來的 那當她是 大約二十五歲的時候呢 就去看醫生 那然後呢 就驗她的染色體 那我們知道一般的知識說 男仔的染色體是 XY 女仔的染色體是 XX 那她就兩樣都不是 所以我的伴侶Coco呢 她的身體的染色體是XXY 那在醫學上面呢 就被定義為Klinfelter syndrome 那Klinfelter的意思其實就是 那個醫生的性而已 那那個醫生呢 也都是有發現 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呢 就是染色體是 有一個最高的 就是有五個X一個Y 那所以呢 這個世界上呢 其實歷史上面都看得多的 那有些就會被稱為 雙性人 那英文可以稱為 Hermaphrodite的 那不知道有沒有聽過故事呢 其實中西都有的 有些人一出生呢 就是兩套性器官都有的 就是有男人和女人的性器官 我聽過就是 女性器官 但是她那個 是不是叫做 Gliterous 叫什麼 我不是很清楚 陰鬱 陰鬱呢 是特別長的 是的 大家知道陰鬱是什麼呢 陰鬱就是等於 男性的陽具 縮小了 變成一個很細粒的東西 在女性的生殖器官那裡 你剛剛就說 Esther 你說得很好 和很準確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 Intersex的情況 就不是雙性人 Hermaphrodite 而是 就是出生的時候 當那個BB 那一段肉 長過2cm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她是男生 包括我的伴侶 她出生的時候 被稱為男生 但是呢 如果那個肉 短過半cm 就會稱她是陰鬱 就是會覺得她是女生 但是有些BB 出生的時候 那一段肉 是長過0.5cm 又短過2cm 那就是她是男生 還是女生 就不知道 但不是Defense 你是有卵巢 還是有子宮 你的BB會出去 有沒有卵巢和子宮 不會 所以有很多Intersex的人 結果是這樣的 就是 其實在香港 醫管局的數字 都有三位數字的紀錄 就是出生的時候 那個醫生 沒有辦法判變 判變到 這個是一個男生 還是女生 因為她那個肉 就真的長過 平時那個陰鬱 總之是長過0.5cm 又短過2cm 但是又短過2cm 那你就很難去界定 對 所以她們就叫做Intersex 被稱為 Intersex的意思就是 就是男和女之間的情況 通常被醫學 就會覺得她發展得不完全 或者怎樣 我的看法就是 大自然本身是這樣的 香港醫管局 都有三位數字的BB 是這樣的 所以 例如我的伴侶 她長大之後 就會知道 其實她不是男和女 而我的伴侶 對Intersex這個字眼 都很抗拒 因為她說她不是Inter的 她是第三性別 即是 那有什麼特徵的 她就是 她就是 27歲的時候 開始 醫生叫她打開夢針 然後就有鬍子 她是買衣服 是買不到的 因為她的手比較長 所以她所有的衣服 但她需要不需要 真的要選你做男還是女呢 你說呢 那她出生的時候 所以就很好 非常之好 很好 Asterley的問題 而大自然其實就是這部份 所以我們一個很初梭的觀察 就是這個世界上都是男和女 但是這個 如果你再仔細一點 觀看大自然的時候 就不是男和女 那我們為什麼要逼她歸邊呢 而逼她歸邊是很痛苦的 例如我在香港認識那個雙性人的朋友 她就很痛苦 因為她出生的時候 就分不到她是男還是女 那怎麼辦呢 那香港的醫管局 就會去幫她做一個決定 那她當時的家人 可能就希望有一個兒子 然後就決定了 把她養大做兒子 但是呢 她就說陽具不夠長 所以她一世裡 她整個小學和中學 做了十幾次陰境重做手術 不斷把膠喉放進去 然後她就重造尿道 然後每一次 醫生就跟她說 對不起 今次的手術失敗 而當你是一個小朋友 做十幾次陰境重做手術 都是失敗的時候 會怎樣呢 就是很大 碎了 她說是要自殺的 因為是不斷地失敗 不斷地 你想想有多少痛才在 然後呢 社會價值 對 就是 究竟是親戚朋友 怎樣去討論 你的養具 正不正常 那個情緒 那個性 那個情緒是很強烈的 我只能夠說 我們年輕一點的時候 大概是三十歲 就是二十幾年前 那時候是最大壓力的 因為出家去喝 親戚都會說 哎呀小明 你拍拖了沒有 因為其實以前的年代 二十幾歲拍拖 我們那一代是 二十七八 就結婚的了 那三十頭 頂了 三十五歲前 你就結婚的了 每一次喝 都是那些說話 小明你結婚了沒有 有人拍拖沒有 是呀 為什麼沒有啊 哎呀你妹妹 都結婚了 生了子女了 不要那麼嚴尖了 找一個陪陪自己 這樣 所以 Esther你剛剛所說 你講的 如果還要不是 結婚的status 是你的嘴巴 然後經常都被人說 你的嘴巴 還要證明你去醫院做手術 去搞嘴巴 然後就說 他有一個不正常 未發育 好的嘴巴 等等 而事實上 他出生的時候 就是intersex 他就不是男人 來的嘛 那一直到 但是全部親戚朋友 家人 都是視他為男生 一個不正常的男生 那結果是怎樣呢 是啊 因為他沒有一個正常的嘴巴 如果你一開始 只是你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所謂很特別的就是 因為大部份 majority 就是男的女 而你不是男 也不是女 但我也是我自己 為什麼我不可以 為什麼我不可以做自己 就是我一定要是歸類 是男的女 就是不讓他做自己 社會裏面就是要他歸類 那他這麼痛苦呢 他一直到二十幾歲之後呢 那他就覺得 不妥當了 我不要再去不斷做一個 就是沒有正常的嘴巴的男人 而他的心裏面呢 他都感受到自己 不是一個男生 那他都覺得自己一個女生 就會做女生 那他就說回 你剛剛所說的 那會不會出他有沒有子宮卵籌 那我沒辦法問你 什麼BB會去驗 他有沒有子宮卵籌 那他就說 原來呢 我們的醫學呢 沒有什麼事呢 就不會去檢查你有沒有子宮卵籌 那這個人 這個 這個我的朋友呢 他到二十幾三十歲的時候呢 就真的去檢查 就發現呢 身體裡面是有子宮卵籌 他是沒有開到出來的 所以他後來呢 現在就是決定呢 他的生命呢 就是做女人屋 而他的家人 他媽媽是不接受的 對不起咯 你不就不要接受咯 他沒有生 你 有日 其實很有趣的 你所有的親戚 但他生出來就不是一個男生 其實基本上他不是男又不是女 也可以說他又是男又是女 那你怎樣歸他女呢 好彩的呢 就是這個世界上呢 開始大家 有些政府就開始面對 就是我們這個大自然真的 除了男女之外 都還有一些其他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在法律上面呢 其實有一種處理方法呢 就是叫做第三性 就是 The Third Gender 或者Gender X 那有些國家有的 就是包括澳洲 那我現在就很要求 就是香港政府都是 就是接受大自然 就是承認大自然 不要硬要一些BB 就是歸邊 去到承認第三性 那聯合國 你剛剛聽到那些故事 那聯合國也都做了一些很清晰的指引 就說這些性別的指別 這些不清不楚 不像他男還是女的BB 其實呢 就不要強行做手術 就是跟生命無關 不是維持他生命的 你就不如等他長大了之後 他會 他是強行 做男生也好 做女生也好 第三性也好 這個是他的事 就是 就是十幾年都強行 要他更殘忍地去做手術 太正了 那 就 就是我都會 是啊 很鼓勵大家去認識多些 還有更有趣的 原來除了染色體 除了XY之外 其實呢 大自然就更複雜 那就是有些 XX呢 其實是可以發展成為男生的 所以有些以為是男生 但是後來 你有沒有染過染色體 沒有啊 所以大家其實都 我們假設有 對啦 要付錢啊 所以我們大部分人都是假設了 我是XY 你是XX 但是結果 在染色體的研究上面 就發現有些男生 他染了出來的 染色體是XX的 那是很罕有 也都有一些女生 染了出來 是XY 那聽到這裏呢 會不會有些人 會有些人會關心 那性別的定義是什麼呢 其實很難定啊 是啊 當我去到那個 這個政府的 這個性別認同的 瓜哥部門小組 那 原國強做主席的 那 就是律政司司長 那 我就很直接跟他說 最關心這個性別定義的呢 不是你 也都不是我 是誰呢 就是奧林匹克 因為呢 他是在說競技場上面 誰拿金牌 是啊 那他說最早 奧林匹克的例子呢 就是在1932年呢 有一個波蘭的運動員 他的名字就叫Stella Walsh 贏了這個女子100米的金牌 但是呢 看來看去 又不覺得 有人懷疑他的性別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例子 然後呢 都有好幾個例子的 那 就算前幾年 有一次 是否一個南非的選手呢 那他也是贏了一個金牌 那都是普避 就是質疑他的性別是什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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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會明白 他們對於 就是那個性別的定義 就很緊張啊 究竟你是可以參加他 你是男子組還是女子組 是這樣的 因為你是摩金牌 那所以呢 我都了解他的關注點 那所以呢 1968年開始呢 這個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就是什麼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就會有一個叫做Sex Tax 那 他們就開始去想 究竟男女的定義是什麼 那我剛剛說了 掩飾體 已經定義不到 你有沒有羊具 也都是定義不到 有沒有子宮都不行 有沒有子宮都不行 因為中間永遠都有個模糊地帶 就是他的羊具 完不完整 或者他的子宮 完不完整 他的卵巢 又定義不到 那我剛剛說掩飾體 又定義不到 因為男和女之間 原來都有一個連續的體 然後呢 說你賀爾蒙的level 原來就更加沒有 因為原來女性運動員 本身的男性賀爾蒙 就是多些的 那所以呢 你那個賀爾蒙 男性賀爾蒙 就是由低到高 那都是一個連續體 很難 就是有個米和飯 是有分別 但是什麼時候是米 什麼時候是飯 你是斬不開 做不到定義 那奧林匹克委員會 就用了三十個年的時間 就是都找不到定義的 那 三十年啊 是啊 我就對著 律政司司長 如果他講 我都不相信 你是會找得到 那個性別的定義 如果人家用這麼多的資源 去找都找不到 還有這麼重要 都是 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是啊 你又為國爭光 誰拿金牌 你有沒有可以是 男子組和女子組 原來就發現 人類那個光譜裡面 雖然有些人很男 有些人很女性化 但是中間原來是有一個連續體 是斬不開定義不到的 其實如果呢 我們呢 玩這個身心靈 V混界 就更加難分 因為我真的發覺 譬如說 如果我把一個人 他的能量分四個 那就是 男男女女 或者男女男女 那樣 比較 怎麼說呢 有些男人 他可以是四個都是男 那會怎樣呢 那個陽氣很強 不解溫柔 那樣 但是也有些 反過來呢 我很多girlfriend 因為我自己都是前度女強人 那我認識那些 都是前度女強人 有時候我自己 跟一群girlfriend 喝茶 我自己坐在那裡 我不說話 我在想事情 然後聽他們說話 如果我閉著眼聽他們說話 我會發現 根本就是整群男人在說話 就是講名利 怎樣公司的politics 怎樣賺錢 等等 根本就是男人來的 整群 不過聲音 是女人而已 那反過來 在我身邊 因為我自己是前度女強 對不對 然後特別 因為 很有趣的 如果你家裡的男人弱 女人就會很強 那可能我自己的強 然後我吸引回來的男人 通常都會很柔 啊 很familine 那樣的 如果我們聽他們說話的話 他們是很女人的 說話 哎呀我不想這樣了 因為我怕什麼什麼 如果這樣的話 我又怕什麼什麼 我會說 是不是男人來的 說話那麼多 反正我們做事就是 哎呀 哎呀 不用說那麼多 但是你怎樣去分 即 即 即是有一個能量的level 都很難分 他是女人 他是男人 這樣 所以這個世界不是多元的 我覺得好像光譜就是 曾經有一個電視節目很有趣的 即 不是二元分 是的 他呢 就做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什麼呢 就是 有個媽媽 有個很漂亮的BB車 然後跟著 車裡面有個BB 那個BB很漂亮 這樣 好了 然後很多人經過 那些人就會是 啊很可愛這個BB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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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女仔 那實驗就是這裡了 就是那個保姆就 其實我不知道 這樣 那你就發現那些人瘋了 就是 蛤 不知道 Well It's either a girl or a boy How come you don't know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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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啊 我是幫人照顧的 這樣 這樣 那我沒有理由脫掉衣服 看她是子女 那發現那些人呢 就沒有辦法 再跟這個BB溝通 那 如果一般你知道 Oh it's a girl Oh it's a pretty girl 這樣 如果It's a boy Oh it's a lovely boy 你就繼續會說話 是不是 但原來 大部分的人 當你跟她說 我不知道這個男生女生 他們是會瘋了 嗯 不知道怎樣跟這個BB溝通 其實那個BB 就是那個BB 不是還有一個BB 其實剛剛好上個月 就有一宗新聞 加拿大就出生了一個BB 就是一個全世界第一個BB 是一個無性別的BB 意思呢 她媽 那個 她的家長呢 本身是一個無性別的運動家 她就說那個BB 因為 例如跨性別的人士 就很清楚 她可能出生 一直都告訴她 她是一個男生 其實她的心裡 就不是一個男生 那所以呢 她就特意在家裡 安排一個安全的環境 也都有醫生護士 就把BB殺了出來 但是呢 就沒有那個性別 所以政府呢 也都不知道這個BB的性別 那她就說 這個是我的BB 她的性別 要等她長大了之後 她告訴我們 自己決定 對啦 那加拿大 即是她不是視乎她有嬰兒 還是有陰道 因為她是嬰兒 因為我 例如我 Tommy仔 我認識到這麼多 跨性別或者 intersex的人 有嬰兒 不是代表你是男生 有陰道 也不是代表你是女生 這個 我非常認同 例如你剛剛所說 就是那個BB 為什麼我們 由那個BB 開始就灌輸你 一個男生 應該是怎樣 不應該哭 一個女生 你要溫柔 不可以跳得太活躍 她就是不希望她的BB 變成這樣 所以 加拿大政府 就發了一個 健康證給她 給這個BB 寫著 那個性別 寫著YOU YOU 對 unidentify 這麼想 你長大 你自己決定 對 OK 好有趣 今天 要講性別的事情 實在有太多事情 我們上一集 其實我們開了很多話題 因為我們說話跳來跳去跳來跳去 我們ADD是這樣的 五樣東西一起說 這樣 這樣 我們最後講一些開心 過癮快樂的事情 上一集 Tommy提到的一件事 就叫做 CFNM 什麼叫做CFNM呢 就是這個 Cloth Female Naked Male Cloth Female Naked Male 是什麼呢 上一集我們講過 就是大部分的四仔 一些電影 一些AV 都是以男人的角度去拍的 就是所謂的 拍給男人看 沒有 鹹片 鹹片很低妝 色情電影 大部分的色情電影 都是拍給男人看的 有一次我看Netflix 那個女導演就說 不行 我要拍一些鹹片 不是 拍一些色情電影 是給女性的 我才發現 對了 平時在網上看的那些鹹片 是 又講的鹹片 那些色情電影 都是給男人看的 那她就說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如果我們小的下一代 當然啦 如果你是角客 是對性完全沒有興趣 對性是完全不好奇 你又覺得 這個色情電影 很骯髒 你不會看的 我恭喜你 你不要我們這些好奇心 但是如果你有的話 我們發現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亂按上網看 那些鹹片 就是一般的鹹片 因為現在很多的 以前是要付錢的 現在不用錢的 也有很多 你是會搞到你性觀念 亂了 所以說原來看這個色情電影 都需要education 需要被教育的 那大部分的色情電影 是將女性扁到很低的 是變成一個性工具 是服侍男人 是服侍男人的 是 取悅男人 取悅男人 總之女人是很低 男人就很大支東西 很勁抽的 又射到你一身 射到你一面 那些 但是這個導演很有趣的就是 其實我們女性 如果會看一些色情電影的話 我們會想看一些 比較有情節 譬如艾曼柳那些很好看的 喜歡有情節 喜歡慢慢地玩弄 或者被玩弄 是要gently地被玩弄 或者我們去玩弄人 但是in a nice way 然後裡面是很 我們女士會比較喜歡 有些浪漫 有些溫柔 有些欲她還形 那類的 但男人不是的 男人的色情電影就是 有暴力 有性侵 在巴士上面 在的士上面 在街上 或者在街上 硬來 就是她離不開那些內容 那這個很有趣的 這個CFNM就是什麼呢 cloved female 就是女人穿衣 男人不穿衣 那你只聽這個名字 有些色情電影就是 女人穿了衣 男人就全部脫光光 這個不是賣廣告 這個是社群 有很多公司去製作 類似的色情畫面 我看就很有趣 好被turn on 你也會被turn on 有 好喜歡看 剛才Toby給了一些照片 我看了一個人 女人穿了衣 那些男人全部不穿衣 不是她玩一下 捉一下 還要連那些 陰毛 什麼叫陰毛 都全部都剃光 很naked 真是很naked Anyway OK了 我們就夠終了 我們連續講了 兩個禮拜 OK 做了七個session 都很夠厚 OK 以後你想起些什麼 我們又上來再jam 是 再重新 利新一次 我們不是鼓吹同性戀 或者什麼戀 不是 無論你是同性戀 異性戀 雙性戀 或者不戀 我們都是這麼尊重 因為你的choice 我們只是想說 其實 性取向這件事是無法屈的 還有如果大家能夠 互相去了解 因為 就算我是異性戀者 我的兒生者 我的子女 我母子女 我的朋友 我們身邊周圍也很多 還有我們都會有 各式各樣的奇怪事 會被人歧視 被人去批判 如果我們去批判 人 人家都會批判我們 還有我想說話 其實性 是一件很好玩 很精彩 很大的一個話題 如果我們愈是要壓抑它 愈是要抗拒它 愈是不了解的話 這件事反而會傷害到我們自己 是不是 你有沒有什麼想說 林美 很開心 很開心 被邀請來談 大自然就是這麼多 這麼奇妙 這麼奇妙 那你說11月有個旅行 對 11月25日 就有香港同志遊行 很色彩 也很好玩 也很派對 也很派對 有一個派對 對 嘩 那些男人很漂亮 一起來 你會見到很精彩 很漂亮 我們三個女生在這裡 好漂亮 好漂亮 浪費 我們女士就會 浪費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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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仔 無論如何 我們要說再見 拜拜 拜拜